哈囉哈囉我是Shenrober 露露露 這次要帶來的是 星球血道四星角色裡面 一隻可以說是人人必練的輔助角色 也就是搭配版本大C 黃拳的卡值配跑的佩拉 佩拉也是一名很好給黃拳上 封面效果的隊友 而且也有拔除敵方增益效果的功用 更甚至佩拉是 洛洛在星球血道還在封測的時候 就很喜歡用的角色了 只是正式符號也被削弱 但還是很實用 而且黑色外真的很色 總而言之 佩拉從開服以來 都算是四星角色裡面的排名前幾 現在搭配黃拳更是大放異彩 因此洛洛也來分享一下 關於佩拉的配裝和養成 提供給想要培養佩拉的Linor們參考 若還有需要查閱其他角色 也可以在播放期間中去查詢 或是在搜尋欄上 打上角色名稱共格洛洛 來查看是否有做過的影片 目前洛洛的頻道 都會陸續製作原神以及崩壞 星球血道的相關影片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有直播的話 都可以先訂閱洛洛的頻道喔 佩拉是四星冰屬性虛無命徒的角色 定位為減防輔助 在隊伍中能發揮的作用很多 所以幾乎可以說是不挑隊伍的類型 沒有不能配只有怎麼配 輔助我也不知道要放誰的時候 大部分情況都可以放進佩拉 不論是直傷隊還是鬥子隊 通通擺搭 減防的效果太香了 加上佩拉又是四星好入手 在一切養成方面也不吃特定屬性 重點只在於注意堆疊速度和命中即可 並不省吃特定套裝 是個相當親民的角色 加上佩拉的技能組有很多使用的功能 像是終結技提供相當珍貴的減防效果 而且還是群攻型技能 不論是青小怪或是攻堅Boss 比起銀狼的單體上負面來說 對群的覆蓋能力更好 此外戰技也具備能夠拔除敵方的一個增益效果 在場上時也能夠增加我方角色的效果命中 若是解鎖到星魂4 能夠再附加上冰屬性減抗的負面狀態 更是能夠提供給冰屬性輸出角色增加傷害 而也因為近幾個版本出現了一些 需要負面狀態打輸出的角色 像是真離身和黃泉 佩拉的使用率也因此水長穿高 搭配四星虛無光追神器 決心如漢之般閃耀 佩拉的所有攻擊技能 都能夠給敵人附加上攻陷的減防Debuff 如此一來 只要佩拉再拉高速度 就能夠快速給敵方疊加負面 並且也具備了一定的戰技產點能力 而作為銀宗體位的情報官 佩拉似乎有著玩一女手遊的興趣 這點可以從她的手機殼窺之一二 而且好像是四個男主全都推啊 太貪心了吧佩拉姐 佩拉的普攻是一個單體冰屬性攻擊 一般實戰中主要用來回復戰技點和能量時使用 因為佩拉也不是每個回合都要釋放戰技 所以普攻可以和戰技穿插著使用 一邊替隊友回復戰技點 佩拉的戰技為單體冰屬性傷害 命中敵人時還可以解除敵方單體一個增益效果 會優先解除最後被附加上的增益效果 然後再造成傷害 像是可以用在會復活的魔音聲這類敵人時 就能夠避免魔音聲死亡後又再多復活 又或是像紅綠燈這種會開屏障的怪 佩拉戰技會先拔除紅綠燈的屏障 再造成冰屬性傷害 佩拉的終結技為群攻型技能 造成冰屬性傷害之外 還能夠附加上通解的減防效果 若是敵人身上還有其他不同名稱的減防效果 例如天才套的無視防禦 決心如漢豬般閃耀的弓線減防 銀狼的缺陷、黑帝爾的奧基減防等等 都可以疊加計算不會產生稀釋 所以也是一個珍貴好玩的負面效果 佩拉的天賦可以加快能量回復速度 只要攻擊命中的敵人處於負面狀態時 就可以額外回復一定能量 對於以終結技為核心技能的佩拉來說是重要的刑機 佩拉的秘技為開戰型技能 進入戰鬥後會對隨機敵方單體造成冰屬性傷害 並且使其降低防禦力20%持續兩回合 這個減防也可以和終結技的減防效果疊加 解鎖額望能力痛擊 佩拉在攻擊身上有負面狀態的敵人時 造成的傷害可以提高20% 這個效果對於佩拉來說不算急迫 若是想讓佩拉有多一些-C的作用 或是點亮後面的小型機時可以點出來 解鎖額望能力 密測 只要佩拉在場上時 火方全體角色的效果命中可以提高10% 這個效果很適合搭配一些 需要上負面狀態的虛無命途隊友 又或是像能有一定概率使敵人凍結的傑帕德 或是火主這類需要效果命中 來上負面狀態的存活角色 並且佩拉自己也可以吃到這個效果命中 讓自己的效果命中面板可以小堆一些 解鎖額望能力 追尖 佩拉在釋放戰技解除敵方增益效果時 下次的攻擊造成的傷害提高 這個額外能力也和痛擊有些類似 都是增加傷害的作用 若是單純把佩拉當作輔助來用的話 點亮的急迫性也不高 佩拉的行機加點順序 優先點高終結機 其次天賦 戰技和普攻可以根據自身需求來點 升高主要是影響傷害倍率 而若是只把佩拉當輔助 或是搭配決心如漢柱般閃耀的光追 用來上負面的作用的話可升可不升 若是素材比較缺少的話 可以主要點出密側以及痛擊 點出之後的小行機追尖 這條行機的素材消耗量比較大 所以若這邊是沒有點開的 若是點出追尖後 也可以再把小行機的效果命中點亮 增加有效屬性 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來點 新聞1可以提高佩拉的回能 敵方被消滅後就可以回復5點能量 加快終結機的循環 並且在追到多怪的環境時 回復的能量更多 而且這個能量回復不需要由佩拉自己擊殺 就算是敵人被隊友內鬼自爆 或是火方說出所擊殺的都算 只要敵人死了 都能讓佩拉回復能量 算是關鍵的星魂效果 解鎖星魂2後 佩拉在使用戰技解除敵方增益效果時 能夠使自身的速度加快10% 持續兩回合 這個星魂也能夠加快佩拉的行動 不過如果敵人身上沒有增益效果 可以被佩拉解除時 這個效果就不能被觸發 因此戰鬥中有吃到的話就加減賺到 解鎖星魂3-5分別提高佩拉的戰技加普攻 終結技加天賦的等級上限 解鎖星魂4-5分別提高佩拉在釋放戰技時 能有100%的基礎概率 使敵方冰抗降低12%持續兩回合 讓佩拉能夠加強冰屬性輸出的傷害 不論是冰屬性輸出 又或是佩拉自己的傷害都能夠受益 並且這個降冰抗的負面效果 就算再搭配非冰屬性輸出的真理一生 又或是黃泉這種 需要負面狀態來做輸出環境的C位 也都是有用的 因此也是一個關鍵的星魂效果 解鎖星魂6-6 佩拉在釋放攻擊時 若敵方處於負面效果 佩拉就可以再多附加一段冰屬性傷害 比較偏效於讓佩拉打負C輸出的星魂 若再搭配星魂4的降冰抗 以及額外能力的效果 讓佩拉能夠具備更多傷害能力 只是星魂6的傷害倍率並不算高 只有40%攻擊力 加上佩拉自身需要堆疊速度 加快行動和終結技循環 所以傷害上不算高 但還是能加減用的 星魂效果推薦 以終結技為核心的佩拉 可以提供給冰屬性輸出和負面輸出的星魂4效果 星魂上的要求不算高 即便星魂0也可以先用 佩拉的儀器選擇其實很靈活 取決於你想讓佩拉在隊伍中擔任什麼定位 一般來說最常見的還是上負面的輔助 用來打冰傷的比較少 因此洛洛這邊先說說作為輔助的佩拉如何搭配器 以輔助來說 最簡單且萬用的配法就是2加2混搭 可以體位加信使 能夠提升速度和減傷 就算整套拖給其他不吃特定套中的輔助 也都能夠直接換 就是艾斯達這種角色 新手前期在開荒時也是能夠用來度過 生存壓力比較大的階段 所以有準備一套的話總是好用的 混搭的二件套也很好湊 而若是隊伍總體練度都培養得不錯之後 後續很推薦的是可以準備一套響應四件套 只要佩拉釋放終結技後 就可以提前行動25% 不論是要拼少輪次、拿滿新的混沌回或虛構敘事 或是要用來打輸出的佩拉都可以穿 再搭配溫瓦克的話也是拼0T通關的常見配置 加上現在在黃泉的隊伍中 黃泉自身的速度並不重要 但搭配黃泉的隊友若是速度快 就等於能夠快速給黃泉累積殘暴 讓黃泉快速施放終結技 變相有另外一種神軍的感覺 所以搭配黃泉的上負面隊友 也都可以全穿封套四件 而若是要偏向打輸出傷害的佩拉 可以選擇的像是獵人四件套 提供冰傷和爆傷加成 又或是能夠武士防禦的天才四件套 還有提高對負面狀態下的敵人傷害的死水四件套 搭配速度堆疊的情況下 可以在佩拉終結技循環快速的優勢下不斷用終結技打傷害 生存上沒有什麼壓力的情況下 佩拉要穿獵人套、天才套、死水套 用來兼顧輸出和輔助作用的話也是沒問題的 另外2加2混搭的配法則像是獵人加信使 就能夠兼顧冰傷和速度 或是獵人換成快槍手、細球這種加攻擊的也可以 甚至是後面出來的死水二件套 加強對持有負面狀態的敵人傷害 也是比較好搭配的配置 不過也因為現今很多輸出角色了 所以佩拉可能穿上輸出裝後 也不會比起定位本身就是輸出的角色高 所以目前大多數還是讓佩拉以輔助為主流玩法 輸出的玩法主要是補充給想玩不同玩法的佩拉玩家 加上佩拉本身不太挑裝備 所以補充一些其他配裝思路參考 飾品二件套的部分選擇也很多 以輔助項來說就有三大泛用飾品 要給全隊加攻擊就選仙舟 要給全隊加爆傷就龍骨 要活能還有給兵屬性隊友增加傷害就選皮諾康尼 若是要拚零體通關則可以選擇溫瓦克 就算超過第一輪也可以吃溫瓦克的能量恢復5%效果 另外若是要增加輸出以及效果命中 也可以選擇範影盒這種把效果命中轉化為攻擊力的飾品 佩拉就不用擔心效果命中溢出 可以放心堆高效果命中 並且可以提高佩拉上負面的成功概率 一切主部屬性選擇的部分可以參考表格 其實配法上真的很靈活 不便的配法就是一頂愛配速度鞋和能量神 不過大部分情況下大家都把佩拉當輔助定位使用 所以像軀幹的部分走輔助定位可以選擇生存屬性相關的生命值或防禦力 若是當負C輸出定位搭配範影盒這種輸出儀器 軀幹就可以選擇效果命中主屬性 又或是想要打更多傷害選擇雙爆相關的也可以 次元球的部分也一樣是看你的佩拉是走哪一種定位 輔助定位注重生存就選生命值或防禦力 打輸出就選冰傷或是攻擊球 負屬性的部分優先選擇速度和效果命中 其次是效果抵抗 而其他負屬性佩拉其實也都算可以用 所以主要著重速度和效果命中即可 佩拉的BMA版參考 速度的部分可以參考三種懶人門檻 134、144、160 作為輔助的話速度自然是越快越好 而134的標準主要是共用的基準 後面的標準就可以再根據自己刷的儀器來去看 可以達到哪一種程度 其次效果命中的部分可以以67%為目標 不過因為佩拉的額外能力密測 提供了10%的效果命中加成 因此只要大約有57%或以上就可以了 實證中佩拉的命中成功率其實也蠻高的 所以如果專注對高速度到超過160 命中沒有到57%時 體感上也不會影響太多 即便只有30%到40% 也已經有8成以上的成功率了 佩拉能選擇的五星光追 像是銀狼的專屬光追與異界下 這個光追比較偏輸出光追 提高一定量的效果命中之外 若敵人身上有三個負面狀態時 造成傷害的暴率可以提高 而且搭配佩拉的所有技能 都可以再給敵人附加一回合的異傷狀態 另外還可以選擇的輸出光追 則是瓦爾特的專屬光追以世界之名 如果這次抽黃泉的光追 不小心跳出了虛無圖案 讓你高興了一下 結果出來是這個光追 不知道給誰用的話 佩拉表示謝謝你 這個光追可以讓佩拉 在攻擊有負面狀態的敵人時 造成傷害提高 並且可以提高戰技的效果命中和攻擊力 要用來打輸出的話 可以考慮用這個光追 四星光追中 也大部分都是輸出光追為主 而作為輔助定位 有著最有選擇的 決心如漢豬般閃耀 主要能夠提供額外的減防效果 搭配佩拉的終結技還可以疊加 並且普攻也具備上負面狀態的能力 三招都能上負面 搭配黃泉或是真理身都是好用 而若是想堆高效果命中 則可以選擇先前的活動光追 新手任務開始前 提供大量命中和能量回復 讓佩拉可以做到兩回合就開一次終結技 只是宛若坑的新玩家可能就沒有 其次還有獵物的視線 也同樣可以給到很多的效果命中 只是洛洛自己是覺得佩拉 其實也沒有到很缺效果命中 實戰中幾乎都很容易成功 所以如果自己實戰覺得都算不成功 加上也沒有決心如漢豬般閃耀的話 再來選到後面的推薦光追 最後剩下的輸出光追 以虛無命途的最強輸出四星光追 就是晚安與睡炎 但因為佩拉自己只能上兩種負面狀態 只有終結技的通潔減防 以及新魂4的戰技減兵抗 雖然密技開戰的減防也算第三種 但就只有開局而已 所以要吃到三層滿層的話 還需要再搭配另外能夠上負面的隊友來吃滿增傷 另外還有皮諾康尼版本新增的 四星虛無光追好戲開眼 在佩拉附加成功負面狀態時可以疊加最多三層的傷害加成 雖然額外的攻擊加成要效果命中80%以上 不過若是有搭配範影盒的視頻兩件套 也是有機會可以吃到這個光追的攻擊加成 佩拉的配對思路很靈活 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種萬金有輔助 只要缺一個輔助位都可以上佩拉 有看過洛洛的其他影片的話 每每講到個別輸出角色的配對思路時也常常都會提到佩拉 可見佩拉的費用性強烈推薦人人都要培養喔 佩拉作為輔助位就可以再搭配任意輸出位 像是黃泉、珍利昇、冰隊叔叔的 靜流、米莎、影月、警員統統都可以 生存位和二號輔助位也是能夠任意搭配 實在是想不到沒有佩拉不能進的隊伍啊 以下洛洛就帶來一些比較經典的隊伍吧 首先是冰隊 叔叔可以是靜流、米莎或是燕青、黑塔 生存位隨意、銅銜位也隨意 若是搭配傑哥和軟眉就可以是一隊純冰隊 而洛洛自己是喜歡伏玄 加上後面新的存物角殺精也即將登場 沒有解控的傑哥在存物角的競爭優勢上 會逐漸體現出弱勢 冰屬性輸出再搭配佩拉的減冰抗 用在攻克冰屬性弱點的敵人 也可以有很不速的輸出傷害 減防的使用效果是所有類型的隊伍 都能夠吃到的加成 就連DOT隊也是 並且因為是香加而不會產生西式的關係 搭配卡布卡加黑天鵝這種DOT雙C 更是讓傷害直接飆升 清怪效率超棒 再來就是目前21版本的強勢隊伍黃泉 同一卡值陪跑的情況下 也很有機會可以抽到佩拉 雖然洛洛是聽到有些人抽到 黃泉星火2還是沒有佩拉 因為黃泉的刑機要求要虛武隊友 佩拉造了一個群攻上負面的輔助角色 再搭配黃泉的群攻終結技 就能夠很好地對全數都被附加上減防的敵人集體收割 並且銀狼的單體減防覆蓋率更好 再搭配佩拉的星魂4 與決心如汗珠般閃耀光追13招都能夠上負面 以及速度堆快的情況下 能夠很有效地幫黃泉疊加慘夢充能 而負面輸出也還有真離身 也都很適合搭配佩拉 在開服不久的期間 洛洛有在四星B練的角色影片中提到過佩拉 其他還有像是婷於艾斯達 這些角色也都算是萬金有輔助角色 直到現在也都還是很推薦 角色本身也沒有什麼明顯的缺點 戰績也可以靈活看情況開 所以不耗戰績點 雖然現在也有多了很多不錯的四星角色 不過佩拉真的是什麼對中能配 並且星魂0就可以開始培養不挑一氣 而且也是所有關卡都能帶 日常副本、模擬宇宙、混沌回憶、虛共事實通通行 從素材本打到高難本 甚至是0T通關也都會用到佩拉 模擬宇宙拓荒石也可以搭配記憶命圖 玩一個有動流的陶克大法 搭配佩拉輕鬆0T通關 所以在四星角色的地位上 可以說是和庭園差不多等級了 推薦還沒有佩拉或是有佩拉還沒練的人 有的話就趕快把佩拉姐姐給練起來吧 黑色彎真的很色喔 以上就是佩拉的角色養成全攻略 提供給大家培養佩拉的肉肉們參考 後續洛也會在製作崩壞星球鐵道 其他的常駐角色與四星角色 有想要許願的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洛洛會優先製作大家區分較高的 此外直播時有任何問題可以來詢問 製作攻略不容易 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頻道內容 也可以點擊交亂鈕來支持我們會員 或是請投開的期間 再留給新贊茶 最後喜歡這支影片 可以點擊喜歡給我一個鼓勵 目前每週到晚上就頂版更新影片 我是Sher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請訂閱 再按讚 再按讚 再按讚